台灣民意基金會在昨天 這個補選之際呢 他們也公佈了一份最新的民調 我們要請董哥幫我們解析的是 這一次他的這個民調裡面 大概有分為你最支持的政黨 那還有一些這個包含的是 支持傾向的調查 那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呢國民黨的支持度喔 在1月到2月之間 成長了居然有5.6個百分點 那支持傾向 是26.9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其實是民進黨是26.9 不過國民黨因為 往上多了5.6個百分點 所以這一次他們的調查是來到27.1個百分點 那反而呢是民眾黨 是中錯的喔 他一次掉了8個百分點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那8個百分點又剛好掉在中信選民 在這一次的調查裡面 又多了8個百分點 所以有幾件事我們想要先請董哥幫我們來講的 也解析的是 藍營的這個數字喔是創下2019年10月以來的最高紀錄以外 同時也是2019年7月以來 第二次超越綠營 那很多人就在講說這次這麼大一個幅度 5.6個百分點 其實基本上跟選後的這個西瓜效應也有一些 那當然兩岸議題的處理相對圓滑上面 是否也加到分數了呢 我覺得最大原因就是國際局勢啦 因為現在美國在玩 台灣牌嘛 那讓很多人覺得說以美論 增加了 然後青年要上戰場 甚至16歲的小孩子也要上戰場 那這種議題在發酵的話 對民進黨來講 他的確是比較不利 但這種情況只是一時的啦 因為你如果 沉浸在這個民調 那週天同時也輸了一場選舉 對不對 這選舉當然 在立法院對兩個 黨團或常委其實是沒有太大差別 可是對 兩個黨的士氣 那就不一樣了 民進黨士氣大政啊 這兩天下來以後你可以看到 街頭很多人就會開始掛著 要跟賴清德掛在一塊 尤其那些 準備要選立委的 那這種氛圍絕對會發生的嘛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民進黨他不會這樣就搜索 現在會有很多人開始去講 都是侯友宜沒到場 所以才輸1900票 你看如果侯友宜到場一定怎麼樣 就跟過去 韓國瑜輸了 很多人就出來怪 都是誰誰誰怎麼樣 誰不相挺 就開始 這些人不一定是藍營的 可是他帶風向以後 藍營很多人就撲上去 開始講 都是侯友宜嘛 你看 那這個就達到他們的效果 所以民進黨是不會搜索的 那大家看這種情況的話 你國民黨要怎麼做 當然就是團結 那你能不能團結呢 過去是沒有團結 過去 韓國瑜選總統那一次是沒有團結 可是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去年選舉為什麼會贏 因為比較團結 國民黨要完全團結 不可能 那昨天選輸了 就很多人出來講 哎呀 那以 看來這選舉很兇險 應該跟柯文哲合 剛剛有沒有看到民調 柯文哲調8 8個百分點 是啊 那大家 看 柯文哲現在沒有舞台了 他當然只能調 他自己到處找舞台 蔣萬安好心替他安排了 在 在登節的時候 讓他上場上兩三次 然後 接下來 接下來他就去蹭 白沙屯的馬祖 那蹭完以後 就自己去騎腳踏車 那不像過去那麼風靡 柯文哲過去騎腳踏車 從台北騎到高雄的時候 沿途任何一個縣市民進黨的 候選人都會騎腳踏車來跟 那時候柯文哲的聲勢都高 然後 可是現在 不行 那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氛圍 當你的執政權 失去了以後 你就少了舞台 那我覺得說國民黨現在 自己要 這一次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這個 選輸的未必對國民黨不好 未必不好 那 民進黨又選輸了三場 所以他這次的選舉 他 他在藍營的選期他可以贏 那表示他有他的本事 那我們 來看 游文龍教授做的這個民調 他其實因為他是一個長期觀察 各位朋友 為什麼要長期觀察 他兩個禮拜做一次 那大概 都每個禮拜天發布 他這個不是昨天特意 因為在顯露發布 不是 他就長期 那長期的 民調有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追蹤 就是你哪個勢力的消長 然後你現在 社會是什麼議題 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 就裡面就變得有很多這樣 可以去讀的 那國民黨要想想看 上個禮拜 在游文龍 做這個民調的時候 票還沒投下去 那那時候在吵什麼 16歲人要上戰場 媒體 民進黨始終不放手 對不對 藉著 前動法 要去前置媒體 控制媒體 那這個其實民進黨 始終沒有放手 現在只是 變本加厲 要把它放到法律裡面 那他過去有個NCC 可以關掉中天 他還有非常多的 人在 立法院 到處 推坡助瀾 而且他有很多外媒 可以幫他打險戰 比如說 日本的 招勵 那 這些可以看到就 令人想起了 2020年 澳洲的媒體幫 蔡英文打險戰 那打了以後 這個是要做什麼作用 這個就是 要給台灣的民眾 很多人印象 你看連日本人都這樣講 你看中國大陸介入了 澳洲人也這樣講 你看王立強 那我們台灣就是 一向就是 對這些國家都很崇拜 他們講 你看連人家都這樣講 然後我們的這些自由時報 就開始去轉載 你看國際媒體這樣講 沒有錯 就是這樣 那這個其實就影響了 因為他的公信力就提高了 今天自由時報登一個 這個民調的廣告沒有人相信 因為他都剛好相反 最後投完票都剛好相反 可是如果他引用是國際的媒體 國外的媒體 那個 那個影響力就大了 那這個會不會在如髮炮子 絕對會的 因為2020年 王立強 的奏法 澳洲每天 那邊的媒體出來 然後台灣每天引用 然後爭論節目 天天去討論 然後大家就覺得 沒錯王立強 果然是中共派來的 那把這個去 硬奏的話 對民進黨的選情會非常有利 所以我們大家也要很認清楚 國民黨 現在像這樣 高民調的話 對國民黨不是好的 不是好的 林明珍的民調也高 對他不是好的 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是藍營的選情 我們基本上會贏 可是 看過去 幾乎台灣所有的補選 多數都是國民黨輸 你能夠在台北市 王宏偉打敗吳怡隆 是因為台北的資訊 鄉行很發達 所有那些留言或什麼 你早上出來 中午可能就被抵消掉 因為有新的消息出來 大家馬上看到說這是假的 這個是做出來的或怎麼樣 台北比較不容易操作 台北之外是很容易操作 那如果大型選體 選總統這種 那操作下來就有用了 所以國民黨不要因為說 好像英雄龍教授 立營的民調都做我們 現在比較高 各位想想看 這些滿意度沒有人超過三成 都是二十幾 二十幾在大選裡面 能夠計什麼事 所以 你由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他雖然有一個走向 走向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這兩個禮拜在吵的 剛好就是這 這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 年輕人要當兵 一個是要前置媒體 那再往前一點點 也是這兩個禮拜的事 就是賴清德的後焰失火了 對不對 邱莉莉他們 被提起公訴了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大打擊 對民黨來講也是 因為有司法做後遁 所以我們看到 有時候這種民調是一時的 但是你能不能把這種 比較好的支持度 更高的支持力 你能夠把它延到 明年的議業嗎 我看是很難 所以有時候 像這種議題的操作 你要發起主動錢 你不是 讓檢察官說 剛好檢察官這個時候起訴 或者怎麼樣 你沒辦法去預測那個 那你的主動錢 就是你的後選人跟你的 那些虎選人員 怎麼去操作 這個其實跟操作有關 大家看 這次民進黨選贏 那些立眉公不可沒 每天晚上都在討論 林明珍 都在做假新聞 你看五六年你看出國八十四次 老闆就在想 八十四次 每次只要五天就好 那你這個人不是都在國外上班 是不是 那實際上是幾次 十四次 可是我講完了 我選贏了 你拿我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種時代 媒體還有網絡 它變成是主要的武器 那這武器就影響到 中興選民跟年輕人 國民黨一定要在這裡加把勁 才可以